凉垃圾 其实人在这种特别凉快的环境里生活 不见得对身体有好处 对于人来说 是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夏天的最佳温度是23度到28度 冬天是18度到25度 如果是装有空调的话 居室的最佳温度是19到24度 一般情况下 室内和室外的温度相差 在5度左右最好 如果反差太大的 身体会感觉到一些不适 还有当我们在思考问题 在用脑的时候 环境的最佳温度是18度 其实不光是人的生活环境是如此的 食品也是这样 比如说漆茶 茶野当中的氨基酸 对人的身体非常有好处 它在水温60度左右的时候 就会被溶解出来 而维生素C 在水温70度的时候 就会受到破坏了 好了 观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到这儿 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有一个关于 节目时间上的小改动 要告诉您 那就是由于NBA比赛的直播 我们下周6月4号星期四上午的节目 提前到6月3号星期三的上午 那时间依然是10点40分 而6月6号星期六上午的节目 则推出到下午的14点44分 希望您到时准时收看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半边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这位农民今年刚刚买了一台收割机 不曾想一到地里 机器就费